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项成就超出了最初的设定 也就是60%的目标 这也同时证明了少岳月对可持续能源的一项承诺 他星期一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当中发表了主题演讲的时候就强调 水电产业取得的成就也为新的创新发展开辟了空间 Everard asked to pursue new innovation 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alatians lunges floating solar farm in Pagangai spanning 86 hectares this project will offset 52 kiloton of carbon emissions 另一方面总理阿邦9月也指出 少岳月目前也正在探索抽水蓄能的技术 那这一项技术将能够和浮动太阳能相结合 而且这一项技术将利用少岳月充足的阳光 以及现有的水力发电基础设施来提高少岳月的能源安全 那另外总理也分享了他参观英国德拉克斯发电厂的经历 他见证了一个曾经使用煤炭的工厂 如何透过使用生物质将它转变为清洁能源的例子 inspired by such innovation, Sarawak is now embarking on its own journey to harness napia grass as a renewable bioenergy source with its ability to be harvested three times a year this versatile grass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nergy-rich pellets 随着和盛科公用事业公司成功进行技术研究之后 12月透过海底电缆把能源系统悬接新加坡和西马的海底电缆的 这项努力正在实现当中 总理阿邦卓哈尔也表示说 有关的玄阶商业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他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州的主题演讲当中就说明 这个海底电缆连接项目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将加强少岳月在下一个阶段东盟电网当中的作用 那有关的玄阶不仅将能够增强东盟国家之间的能源互联互通 也将为少岳月和更广泛地区共享可再生能源资源方面来提供机会 与此同时 总理也强调少岳月有潜能成为东盟电池 透过连接整个普洛州和东盟的电网 向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来共享大部分的水电发电的可再生能源 他也指出说东盟电网的成功需要不仅仅是技术和金融的解决方案 另方面少岳月将利用马来西亚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机会 加速东盟电网的建设 那总理也提到说少岳月新加坡和印尼之间 关于能源网的讨论还在进行当中 而马来西亚将透过利用作为东盟的轮值主席的机会 继续进行更认真的讨论 以加快东盟电网的建设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说 东盟电网项目的基础设施可以在2030年实施 建设在2030年实施的建设 因为要建设在河河的建设 它需要至少三年 三年 然后另一个是建设于马来西亚 然后我们也要建设在河河河的建设 在马来西亚 这会增加河河河河河的建设 沙拉越企业家数据库系统 NBASE在赋予沙拉越创业领域权力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沙拉副总理拿多阿玛阿王登亚就表示说 这个系统将作为一个一站式的平台 深层分析和报告 以协助沙拉越政府 根据当前的创业生态系统的实际要求 来进行规划和决策 此外他也表示说这个系统还将能够确保财政上面的援助 能力建设和产品推广等等的具体计划 能更有效的落实到包括商区在内的目标群体 那因此呢他就鼓励土著企业家 应用最佳的实践和现代技术 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 以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必须给我们 为我们的增加性能量 我们的增加性能量 我们的增加性能量 这就是小伙伴和传统小伙伴 然后从资争的资争 我们有很多资争 然后我们也必须缺乏 让我们的资争 增加增加增加 从资争的资争 资争的资争 资争的资争 同时也是杀国际贸易工业和投资部长的阿旺登亚 星期一在少岳月企业家发展协调委员会之后 也趁机来感谢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 批准的199万5000令吉的第一阶段少岳月 乡村市级计划Tamudessa 那这个计划当中涉及了13个地点 其中两个项目已经完成 那另外11项的项目正在进行当中 而沙月国际贸易工业和投资部 以及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正在进行协调的工作 至于第二个阶段 财政部就透过了企业与合作发展部 批准了一次性拨款 也就是1000万令吉 已在2024年继续在沙巴和沙拉越实践 乡村市集 而他的部门和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还在为这个项目来寻找合适的地点 此外阿旺登亚也补充说 在沙国际贸易工业和投资部的领导之下 已经推出了多个企业家中心 而且还不断地努力确保 明年沙拉越和沙巴的企业家的可持续增长 换个焦点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位于梅里区的综合大楼项目 已经全面竣工了 工程部长拿豆斯里亚历山大就表示说 这项耗资1亿1800万令吉的项目 是在2020年开始动工的 但因为冠病的疫情而推迟完成 星期天他在梅里主持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综合大厦的移交仪式上 也同时报告 公共工程局监督之下 各个项目的进展 那截至2024年10月份 我们看到在全国786个项目当中 只有21个或者是2.67% 被列为生病工程 那在上月呢 就有两个项目被列为生病工程 其中包括布拉加国中 以及梅里的技职学院 他也表扬了 这个部门的整体表现 让项目完成度 达到97.38% 有很多项目的 那在谈到2025年预算的时候呢 他就表示说工程部获得 103亿5000万令吉的拨款 比去年增加了9% 其中93亿2700令吉将用于发展 包括28亿将作为维护联邦道路 而另外的11令吉发展二级道路 乡村和工业道路 此外小型承包商的拨款 也从3亿令吉增加到4亿5000万令吉 而智能交通灯的拨款则增加了48% 今天新闻的最后 带你去到昨天在新加坡国际能源周的现场 感谢你的收看 欢迎浏览UKAS所有的社区媒体平台 同时也请你继续的关注UKAS的官网 UKAS的shawa.gov.my 和订阅UKAS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明镜需要注意力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ゆen这个视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的支持 欢迎 Bea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